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就是講到有關那個 舉的第一個案例 所以雲端的講義裡面這邊都有 然後我理論上 上課會按照這個順序 一直往下 那理論上會先從簡單的開始講起 再慢慢往 比較越來越 資料的複雜度會越來越高 然後使用的技術當然也會越來越難 那當然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多 所以我們會還是先從稍微簡單一點 所以上課題的話 我們舉了一個範例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的那個開放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當然呢 以前的做法是用人工的方式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再去做統計分析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每次 如果像這種 經常性 如果我要經常統計分析某一個資料來源 然後呢 每一次都土法鏈鋼 再做一次 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希望能夠 一鍵完成 一鍵完成 就是 所有的事情 裡面包含當然第一個 第一個按鈕也許就是資料的下載 那資料怎麼樣快速的把它下載下來 那上個星期我是有提供了一個 這個下載的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呢 我們是在底下這邊有一個原始碼 我記得好像在底下這邊 底下這個原始碼 我在這裡 OK這一段 OK 那當然其實我們就是把這一段原始碼 直接貼到那個VPA裡面 然後呢 並且 再加上 兩個資料 一個就是我們的那個網址 就是那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 開放資料的一個位置 記得 這一段 是要貼到那個test封號後面這裡 然後 刷完以後 就是把這一段貼到這裡 這可能要自己貼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Pattern Forms Pattern Forms的話 然後呢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編碼 就可以把那個網路上面的住宅資料 給 直接爬到那個 我們的 Excel裡面了 怎麼做啦 我再複習一下 所以我先開一個空白的 新增一個空白的 OK 然後呢 接下來 記得要把這個VPA打開 其他命令嘛 這個可能要自己開一下 然後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 按確定 OK 因為我這個好像 還原過了 之前好像有設定到 它又還原 好 那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當然Visual Basic 如果 以後呢 你要把某一段程式 放在那個Excel裡面執行 記得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接下來的話呢 我的這個模組應該是這個 那我先把我原來剛剛開的那些關掉 那你可以看到應該是這個活躍部 的上方 你直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然後就可以把剛剛的程式碼貼上 所以剛剛那段 是上禮拜講到的 這個可以拿來當一個範本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不一定是抓這個住宅切到 你抓其他也可以 只要那個 CSV的相關資料 其實都可以 然後呢 把這一段呢 貼到這邊來 那 接下來再改 這個地方 給他一個什麼 也就告訴他說 我有個test檔 他的位置在哪裡 我跟他講說 我的test檔 就在底下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雲端講義的第十二頁 這邊 然後一樣Ctrl-C 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個地方來 貼上 那編碼方 記得貼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這不要貼錯了 然後底下那個test form 記得就是給什麼 如果他這個檔案的編碼方式是Big5的話 那950 如果 我上禮拜試過給各位看 如果不是的話 這是6501 所以這個兩個數字切換就OK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下載 但亂碼 那顯然不是這個編碼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65001 這樣就OK了 執行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總共有幾筆資料 Ctrl-C下 3,610筆的資料 就瞬間從那個網路上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會有幾個問題 我們需要做統計分析的 當然我有三個問題的答案 我希望知道 第一個當然歷年的那個治安 到底有沒有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所以我需要會多一個年的那個欄位 所以 上禮拜 我記得我們有在這邊插入一個欄位 在低欄這邊插入一個年 一個年 然後 又在區域的地方 多了一個區 最後當然就路接到 可是如果我希望能夠 也是一樣的道理 不要塗髮煉綱 最好是可以 把那個資料 直接利用VBA 幫我把它加進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demo一下 這個我有把這個做好的給各位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 最後的話呢 可以多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 這個把它 OK 就是這一段的部分 就剛剛執行給各位看到的 另外的話 其實可以再增加一個叫插入欄 因為我需要三欄 剛剛給各位看到的 就是年 利用這一欄的話 我們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去統計出 歷年那個 切到按鍵的增加或減少 還有區 還有路接到 所以我就把 這個 這三個欄 的程式做好之後的話 跟剛剛的那個下載的部分 把它結合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插入欄 其實是執行下面這一段 讓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設個中段點 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所以這邊資料下來了 那程式就停在這裡 那我按F8好了 你會發現 我們上禮拜最後有講到這裡 那如何把那個 插入欄部分 有沒有 第一個 可以用colons 這個欄物件 那跟他講說 你要在哪一欄插入 這個 一個 一個欄位 那可以用點音色 當然我 我上禮拜 我跟各位講過 可以用錄製聚集 不過錄製聚集 下來的程式 其實相當冗長 我是建議 可以改成比較精簡 那至於細節 因為上禮拜 也有講到 所以請各位 如果這個部分 比較陌生的話 可能自己再稍微 把上禮拜的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然後 然後 那我要把 年這個 這個字 增加一個欄位名稱的話 放在D1 所以RangeD1 等於年 OK 這個 然後並且把公式 直接就放在D2 所以你其實是 直接可以把公式 丟到某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丟儲存格的話 就是把儲存格 放在前面 公式放後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裡來 丟到結果 那當然如果你把儲標 放在這上面 其實這裡面放的 就是這個東西 OK 只是把它放進去而已 那底下就AutoFill AutoFill 就向下填滿 OK 好 那同樣道理 就是還有在區 還有路街道 所以底下我這個 把它全部執行完畢 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區 路街道 也都有了 好 那如果有這三個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要來 統計分析這個資料 就簡單了 但是如果沒有 那就麻煩了 可是如果你假設每一次 一個新的資料來 你要重新人工再做過一遍 很浪費時間 所以建議是怎麼樣 可以把它變成VBA 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打開來 待會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 路街道 我記得好像上個禮拜 最後我們這個雲端的部分 我記得好像最後的部分 應該是講到 這個上禮拜的影片 最後好像是講到這個 林里區這個地方 OK 細節有些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這些其實都有 所以你們回去 可能如果剛剛我講的部分 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還是請同學回去自己再複習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是嗎 我覺得 可以 你看 完成後 剛剛 我們 給人 你看 來 那麼 我們 不會